今後 現在金茂祥是由我做主 只有我說了算 算不算 得聽他的 走開 幹嗎交貨 我一槍打死你 不要啊 大能家的 有話好好說 你先让我把账给结了 你再跟他算其他的账啊 结了账他就跑了 你给我走开 不要宰了这个乌鱼 上 不要了 你开架 放下枪大浪家的 你别这样 你别拦着我 你别興奮 你别zieh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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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李翔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李翔去嫡户 可能是中了高登的暗算 老头把他送回来的时候 已经一身身伤不幸人事了 恐怕 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 李翔 李翔 你醒醒啊 李翔 娘 走开 李翔 李翔 叫大夫没有啊 我们已经给他做了初步的处理 老杜请大夫去了 李翔 你 你醒醒啊 你 你是为车家造了暗算 这个我一定会报的 李翔 你可千万要醒过来啊 你要是有个散场良断 我 我怎么跟你娘交代呀 李翔 李翔 娘 你已被太操神了 也被伤了自己的身子 李翔一身世伤地躺在这儿 生死不明 咱们可都宝贵着身子 现在 让你们平时嘴里口口声声地 说的这个外人 去为车家丢性命 你们就心安理得 李翔 你快醒醒啊 大妈知道你行的 你血气方高 一定能重新振作起来的 当日你炸到金灵 你 你也是躺在这间屋里 是我亲眼看见你醒过来的 你 你那么倔强 那么好强 让我又怕又爱 让我又怕又爱 我今天 还要看着你醒过来 我再也不会赶你走了 你永远是我们车家的人 李翔 李翔 我不赶你走了 娘 你还是先回去歇歇她 你担心 她自然会醒她 一切再多也没有用 你 你 娘 你帮忙实施的做什么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李翔怎么会伤成这个样子 你 你们都死到哪儿去了 娘 都到这个时候 你还疼她 白大当家的命都没了 是弟兄拉脱伤回去了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白白表死了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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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一个人就走了呢 你怎么可以撇下我 撇下金帽祥不管 白镖 你给我活过来 活过来呀 白镖 娘 娘 白天当家的是我们大恩人 可您也要当心自己的身体呀 我哭了半辈子 你们谁疼过我 谁照顾过我 谁帮过我 不是你们 不是你们的爹 是他白镖啊 娘 人死不能复生 我看好好的安葬大当家的 我们也算尽了心了 白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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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给我活过来 白镖 静爱书必 娘 不是还有我们的吗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呢 娘 事情是这样的 大当家的替我们家去讨回一笔欠的银子 正好看到高丽翔和高登在交易 高丽翔怕得罪洋人 就阻止大当家的讨回那笔欠债 发生了纠缠 最后 高丽翔亲手杀了大当家的 好 不可能 不可能 弟兄们都看见了 不信你问他们 是 就是他杀了大当家的 就是他 就是他 弟兄们一愤难平 决定杀了高丽翔 给大当家的报仇 真的是立下杀了白镖 大家都是亲眼所见 这个杂重 我要杀了他给白镖报仇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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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 夫人 娘 娘 娘 给我让开 娘 娘 娘 我要杀了他给白镖报仇 妁 Scale 夫人 危险 娘 夫人 夫人 一路 被讨行了 你不能这样 早看 侯求你 我杀了你 娘 娘 美庄 娘 是我的儿子 你要杀臭我 杀我吗你 那我今天就让你们俩给白镖送葬 救命啊 那也是有条人命啊 夫人 你杀人偿命 你们都不要拦着我 你更了你 夫人 你不要 夫人 我受够了 侮辱了我半辈子 你现在 又要侮辱我的儿子 反途到底是谁上门来 求他回去帮助金茂祥的 又是谁死气败烈的 非要他喊生大妈的 冤孽 你们两个都是冤孽 难道这就是命 这就是报应吗 都是我自己亲手招来了凶手 使我害死了白表 够李翔 李翔 你醒醒 你醒醒啊李翔 你这是怎么了李翔 走 咱们回家去回家去 咱们不进这个大门了 这儿不是咱们容身的地方 这儿的人一点人性都没有啊 不真能 血债血还 高丽翔的命 一定要给我搁在这儿 不行 你下得了手吗 玉桂 我求求你了 你等他进过来问清楚 再做决定好吗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他会杀人 我给你困下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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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大夫 怎么样啊 大夫 他身受多处刀伤 流了很多血 虽然外伤能医 但是内伤难调啊 特别是他头部后脑 受重物撞击之伤 只怕是危险了 那 那有没有办法治啊 外伤半个月就能复原 但他大脑受如此重创 凭我行医多年的经验 必然会造成严重遇险 只有看他的造化了 哦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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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冤孽 都怪我 我当初就不应该让他来金陵 要是留在乌镇 不是好好的吗 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伯母 你想他不会有事的 他人那么好 老天爷会保佑他的 都是我不好 我把他带进了车匠 这是吃不完的苦 受不完的罪呀 有事 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从小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 哎呀 我真是有点 佩服我自己了 我一夜之间 就除去了两个我心中的强敌 看来我们在车家的地位 是牢不可破了 哥 这么阴险的计谋你也想得出来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车为人要么不做 要做的话 就让他们刮目相看 一鸣惊人 只可惜啊 我没有一枪 把高丽祥给打死 我老是觉得心里不安 你放一百个心吧 那个野种 就算是不死也变成残废了 不过我看 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万一给娘知道这件事 他一定不会饶过你的 你放心 这件事情 我做的是神不知鬼不觉 我看不会有人知道的 现在 我把我们车家上上下下 清理的事干干净净 再也不会有外来肮脏的血液 来玷污我们车家的清白 再也不会有人 让我们车家蒙羞了 妹妹 你说 咱娘现在不指望我们 她能指望谁呢 我可是为了咱们 铲除了这块绊脚石啊 金茂祥的大权 就要洗牌了 深河 门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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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哪 你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喝眼了 也不吃口东西 这身子骨要紧哪 金茅翔 再也经不起什么折腾了 老杜 老公 自从我爹过世 你就一直跟在我的身边 金茅翔的缝缝云云 你都看在了眼里 百大当家的是对我们彻家有恩的人 你说 我这样做 过分吗 夫人啊 你 夫人哪 您还是节哀 顺便吧 为了老爷子 留下的这份家业 您也得撑着点 也得撑着点 歇着吧 歇着吧 我到前院看看去 我 我 娘 按照您的吩咐 白大当家的丧葬事宜都安排好了 白大当家的 是为了我们金茅翔才丢了这条命啊 他没有别的家眷 咱们一定要把他当成咱们车家人一样 把风光大造 送回白家破 所有发丧的费用 都有车家承担 是 娘 您也早点回房休息吧 我渡成 我渡成 虽说是个外星人 可当年 成蒙老爷子 您把我这个眼尖祈祷 冰造在街头的孤儿 领回了车家 没有 车家就没有我渡成 我渡成就是您车家的人呢 因为有一件事 就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里 我喘不过气来 我要是瞒着不说 我就 我就对不起您 对不起车家的祖宗 可我要是 说出来 我要是说出来 又怕 玉贵大小姐 她 她 她受不了啊 白表到底是怎么死的 我相信老爷子 您在天之灵看得是清清楚楚啊 我当时 我当时在场啊 哪个真是造孽 草孽啊 车家 早要毁在这个叛利剧图手上啊 老爷子 您说我该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是说还是不说 说 你说给我听 大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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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杀白表的人 到底是谁 是 杀白他当家的 不是李祥 是大小姐 为人 为人 但是 你听说我 是一架 你怎么办 不许可 不许可 你们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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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怎么办 我 这下好了 你出去 娘 你找我有事吗 为什么 白彪是怎么死的 你就不怕天大雷屁 我打死你 娘 打死你 娘 不要再打了 我带老天爷来收拾你 我打死你 这个女子 打死你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不是你呢 你打够没有 我收够你了 这么多年 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我还是你的亲生儿子吗 你怎么那么狠心呢 难道 我在你的心里 连个下人都不如吗 我狠心 是 我是杀了白彪 他该死 他让我们车家蒙受了羞辱 让我爹蒙受了耻辱 我忍受了这么多年 我再也不想忍了 你不要跟我说过 他帮过我们车家 他也因为我们车家 漏了多少油水啊 他现在老了 没有用了 我提醒你啊 现在你的子女都长大了 这种人帮你的 是你的子女 不是那个外人 我杀了白彪 除掉了立强 那是我为我们车家 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你疯了 我没疯 从今以后 再也没有外人 可以欺负我们了 再也没有人 可以让我们车家蒙受羞辱了 白彪死了 他死有余辱 谁是外人 谁是车家人 你是白彪的众 你 你杀了你弟 你的亲弟 白彪是你的爹 白彪是你的爹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娘 你说什么 你杀了白彪 白彪是你亲爹 你 这是天打雷匹的事啊 为人呢 哥 不要跟着我 哥 你这是干什么呀 别理我 哥 我不想再看到你们 哥 你别这样 我们 都知道了 你们都知道了 你们都知道了 你们都知道我地位卑贱的出身了 不 我是白彪的儿子 我有白彪的血头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野种 哥 朕都不能怪你 你要振作起来 你不能这样自暴自弃呀 多滑稽 昨天我还以为我是车家的人 我还为车家除去了污垢而清醒 可是我就是车家最大的污垢 该死的人是我 不 哥 哥 别怕我 别怕我 哥 你是我的亲哥 二十年的兄弟什么也改变不了 我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是我的亲哥 我最亲最亲的哥呀 哥 你永远是车家人 你要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守住金茂香 不能让外人再笑咱们一次了 守金茂香 我拿什么守金茂香啊 现在有个地方 我都恨不得钻进去 哥 娘救我们几个孩子 我们不帮她 谁帮她呀 哥 我们家要和和睦睦的 不要再闹了 我 我恨 我们车家所有的魅力 都是从我们去污垢开始的 都是从我们认识了高丽香那个丑小子开始的 她是我们家的灾性 高丽香我跟你使不良力 你不能再做杀事了 杀事 这天地下最傻的杀事我都做了 我还怕做杀事吗 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我的手 我 我的手上沾满了鲜鲜 这是我亲爹的鲜啊 我这一辈子 都要在自责中 在后悔中度过 我成了杀父的千古罪人 这都是谁造成的 就是高丽香 我告诉你们 我跟她没完 你们就等着跳吧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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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让车家变成这样 他一定要受到惩罚的 立翔 立翔 立翔你醒一醒啊 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 你这样让我们大家多担心啊 立翔 丹萍 为什么立翔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们有没有找过大夫 大夫是怎么说的 大夫说 立翔的头被中午打了一下 里面有淤血 听天有命了 我相信 一定会有办法治好他的 我现在就去找最好的医生 我一定要救活立翔 我试过多少次了 牛排一定要煎到三成熟才好吃 这样呢能见到血才最鲜最嫩 王老板真是吃的行家佩服佩服 这上次的事情啊 让高登先生受惊了 我保证 今后不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 你们放心 我再也不会跟金茂祥合作了 这批货就交给你们 今后要进入金陵市场的洋货 就全权交给你们打理 好 那就为我们的合作干杯 请 请 谢谢你们的招待 希望我们的合作能够同样的愉快 一定一定一定 请 怎么了怎么了 吃个饭都吃不好啊 现在好了 洋货生意抢过来了 金茂祥的靠山白彪死了 车鱼贵兽的打击也够大了 你满意了 难道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爹呀事情闹大了 现在连翔也牵扯在内 听说生死未卜呢 我觉得你有点心疼立翔啊 爹呀白彪该死 可是立翔不该死啊 你不是说过 立翔是个人才吗 是是我是说过他是个人才 但是人才不能为我所用 那就比蠢才还可怕 我们失去了一个敌人 不是挺好的事吗 爹呀 立翔是你儿见过的 男人当中最忠厚最老实的一个 他不像一般的臭男人见色起心 又不会心胸狭窄 忘恩负义 他还救过女儿一命呢 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让他死呢 你跟爹说实话 你是不是有点喜欢立翔啊 爹 唉 好了好了 我知道 立翔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 但是呢 他最近呢 捡到了车架的内讧里面了 难以脱身 他呢 又遭人暗算 不知道能不能逃过此劫 他跟咱们不是同路人 你呀就死了这条心吧 啊 我不管 我要去见立翔 只要能救活他 出多少钱我都愿意 大夫 立翔的情况怎么样 唉 我现在只能处理这些外伤 头部的瘀伤呢 只能靠天命了 其他的我也没办法 先告辞了 啊 难道就让立翔躺在这儿等死吗 一定会有办法的 要是中医治不好 我就去找杨大夫 还找杨大夫 立翔这次出事 就是坏在杨人的手上 去伯伯 杨人的医术也不错 既然 现在中医治不好他的伤 可以找杨大夫试试 关键是 我们自己要有信心 有人吗 有人在家吗 你们找谁啊 高丽翔呢 他死了吗 你们来干嘛 不看他死 你不甘心是不是 喂 我可是好心来看立翔的 黑狼野豹 小姐 把东西给他吗 不需要你来装好人 要不是因为你 他再不会变成这样 哎 你们听见了吗 让你们走走 把东西都拿走 拿走 拿走都拿走 拿走 你们 你们真是狗做轿子 不识抬句 我是好心来看立翔的 你们竟然如此无礼 立翔没有你们这样的朋友 只要跟你们沾上边 立翔就少不了麻烦 快滚 哎 听见了吗 快滚 滚哪 哼 伯母 别生气了 小姐 丑为人 你想干什么 大小姐 请你让开 我有私事要办 这条路是去立翔驾的 你找立翔干什么 你让开关你什么事 别动 干什么 放开我 干什么 别动 放开我 别动 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也配用枪 你们放开我 你拿着枪 要干什么 我要杀了高丽翔 你们别拦我 就凭你 哼 要是高丽翔真的死在你手里 我都觉得冤 他该死 高丽翔该死 不要以为我不敢对你开枪 你可别惹我 我告诉你 我喜欢高丽翔 你不准动他一根寒毛 包括他的家人 不然的话 我就要了你这条狗命 你杀了我吧 你开枪杀了我吧 你打死我吧 如果你要不打死我 我一定会杀了高丽翔 我告诉你 高丽翔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你疯了你 他可是你的同父兄弟啊 就算没有感情 你也不用置他于死地啊 他不是我的兄弟 他不是我的兄弟 他是我的敌人 他是我的敌人 是他让我变成亲手 他让我杀了我自己的亲弟 你说什么 白彪是你爹 你们应该都怕我吧 我有一个嗜血成性的爹 所以我也会杀人不眨眼 嗜血成性 你不怕我 我杀人如麻 我杀人如麻 我一直说高丽翔是一个野种 其实我才是野种 高丽翔 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 高丽翔 高丽翔 你为了我的遗迹 七零 你见到 岛iye 大量山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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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pirそ 咖子 大量山洋 大量山洋 化育 反昌不要 吓小力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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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